正所謂做遊客生意的小舖在旅遊旺季不開舖就是停食西北風的意思 今年甲晨年春節的廣州從年初一開始就比以往要多很多人 各大著名景點也是兵滿了一家大小出行的遊客 還有非常多要工作到連30萬的年輕人都順手地留在廣州過年 還有大年初一有煙花看所以很多本地人或年輕人都選擇 年初一看完煙花才去外地玩或者返鄉下 因此大年初一二三四五各大景點也是兵滿了人 西關那邊的保滑路由於近景點上舊榮慶芳 過年期間也是人來人往往過平時的樣子 基本上屬於商戶打開門口就是可以有生意做那種 不過不少開了小店創業的年輕人竟然在過年期間選擇了回鄉下 原因很可能是聽到網上說過年廣州沒有美人 然後經驗又不多 於是關了道門就回血 反正一些老字號開得久一點的店鋪 連香樓、陶陶居、寶華麵店、陳天記、信記冰室 其實全部都打開門口做生意有經驗就知道 節假日是人力最多的了 最好做生意的時候 反正你最早一批網紅、寶華麵店、陳天記 也有大量的遊客踏過去了 人家走到累了肯定會坐下來吃點東西休息一下 陳天記的魚皮就27元一盒 雙皮奶就是20元一碗 反而旁邊那些賣開糖水泡的小店就不開門 什麼錢都被陳天記賺光了 甚至連旁邊那個山寨、老陳天記 都是賣26元一盒魚皮 也都是爆滿的了 那些人是排到出去的 附近那些小店打開門口 隨便賣雙皮奶買回他們平時賣的東西 都可以坐滿了 一些大店、大酒樓就說 比較難請師傅、難請公仔 但是小店你自己老闆自己去開門就對了 上記冰室看到門口開始賣了煲仔飯 而且進去的菠蘿冰又是小了 還有附近糖水泡、奶茶泡很多又不開 開那些又不一定有位坐 所以那裏生意非常好 幾十年過了西關賺得到錢的還是同一批人 很厲害 附附居、連香樓那些 就是很多人走過去拍照的位置 要提早訂的 還要托人去訂的 沒有那麼多位的 還有很多車專門開進去 然後那一家人就下車 拍照拍完之後 把那部車開走就是這樣 專門去兜風兜了附附居 所以有很多外地遊客 就在外地吃了一些分店之後 就覺得吃過飯尋味 於是在廣州旅遊的時候 順便又遇下西關 順便也是經過路過圖圖居打卡 上下九他們都不想打卡 所以我就說租了西關那邊 鋪毀一些創業的年輕人 如果他們不開門 真是不知道怎麼說他們好 平時沒有那麼多遊客 就在打開門口 吃光燈油貨 等客人到 遊客真的到了之後 又關門又回鄉 甚至練多保路 和龍樽西路 都很多人路過的 誰開店就可以做到很多生意 再走去禮灣湖那邊也是 租了那裏 之後奉練過節不開店 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換仔翅 這麼熱情 那就看看 很濕特色 明天還放 明天過來找醫客 明天過來找醫 太熱情了 走回去 厲害 這些煞都開的 這裏這麼熱鬧 突然擺起了檔 兩邊也拍到 這麼小的檔也有 三瓶杯 真是值得 其實比較難得的是 很多小攤檔 沒有在節假日的時候加收 甚至只是平時的價錢 賣給一些遊客 很划算 有些人覺得要開店 就要過了初四晚 十一點 接了財神 過了初五之後 初六才開店 就覺得這樣吉利 但是呢 傳統老店 那些 淘寶居 連香樓 人家是照開的 大年初一繼續開 接財神 到時他自己接 反正就變成了一些傳統老店 他又不需要回鄉 原地就是大家的鄉 於是節假日也照常開店 一開 由於整條街 就沒有幾多間店 開門 他就可以賺很多錢 百花 名記 他們生意不休做 關翠就休息了一下 所以 遊客去到他附近 摸了門釘之後 就在附附近那裡吃飯 附近那些食肆又變得好旺了 北京路那裡 又是人山人海 因為附附近那些食肆 餐廳 大店小店 很多他就關門 就不開 但是北京路那裡 開門的商家 又特別多 又變成了所有人 一起湧過去 聽街坊說 就說 酒樓 遇到節假日 需要給三倍工資 那些伙計 有些人就選擇了 不開了 但是選擇了給三倍工資 加利是的酒樓 開門那些 都是賺錢賺到 可能會哭出來的 為什麼這麼多呢 還有遊客的年齡層 就不是那些 沒什麼消費能力的 沒錯 我就說年輕人 大學生都不是 那些一家大小 最有消費能力的 那些人就去了了 東山口那邊 也是差不多的情況 很多食肆他都不開 要休息 於是乎 開了店舖那些 又是在這裡合類掃錢的了 人上雙皮奶 也是 老店全部都是開門做生意的 又是坐到爆棚的 前後的確就是 不是那麼開門 他開的 又是老品牌 再加上有名 再加上開門 又是在這裡合類掃錢的了 東山口也跟平時不同 首先就是很多店舖他沒有開 還有就是年輕人 就不點搶 你怎麼打卡 當當都關門 那樣 又變了其實西邊 西關那邊 就比較好行 大概從北京路開始 以西是比較多人 沙面又塞住了 西關又塞住了 北京路也是人山人海 反而東邊就基本上又不開店 又沒什麼人 人家看到沒什麼人 就掉頭走的 反而做零售服裝的人 可能生意比較難改善 因為遊客都是全年零層 只是年輕人就不太多 主打年輕人的服裝店 可能生意就不太好 反正今年放假的時間 推遲了 原地過年的人又多了 遊客也非常多 冬天就北方比較冷 南方就溫暖 比較適合旅遊 到處逛逛 新年的確是比較特別 真是很適合過年的時候 打開門做生意 反而過一段時間還可以休息一下 過多暫才有時間停下來 數一數 這個假期賺到多少 今集就這樣 繼續祝大家 新年快樂 農年繼續行大運